加州一架小型飞机1月9日在铁轨上坠毁 在一辆通勤列车即将撞上小飞机之际 几名洛杉矶地区警员将受伤的飞行员从飞机残骸中拽出 令他成功脱险 救援视频显示 警员把这名浑身是血的男子拉到安全的地方 几秒钟之后一列鸣笛的列车急驰而来 将小飞机撞成碎片 联邦航空管理局称 这架飞机从帕科马市一个小型机场起飞之后不久 在周日下午2点10分左右坠毁 几个街区外的洛杉矶Foot Hill分局警员很快赶到现场 一名警员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 火车在下午2点15分撞上了铁轨上的飞机 共有4名警员参与了救援行动 其中一名警员夏洛克表示 看到发生的一切 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 我很庆幸飞行员能够活下来 飞机上只有飞行员1人 他接受了擦伤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没有其他人员受伤的报道 目前负责运营南加州铁路的Metrolink 叫停了列车服务 洛杉矶市中心西北 大约20英里地区的公共交通也被迫绕行 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将对此进行调查 停车通过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